门德兹村长 在面向上 就给人一种暴民头目 凶狠恶徒的感觉 生寺原版中 关于他的文件 也大多是服从指示和安排任务 并未提到生平 直到生寺重制版 卡表才通过其济世 向我们透露出了一些 村长和村庄的故事 西班牙狼之谷 是萨拉扎家族 势力范围内的村落 自古以来 就有着坚实的农业基础 因身受家族照顾 生活在这里的民众 很勤劳很朴实 每一任村长 也都尽职尽责 带领着村民们 走向幸福 20世纪70年代 朗之谷又迎来了 新老村长的换届 比特莱斯即将披挂上阵 成为这古老村庄的 新纸路人 虽然他还有很多字不会写 与人交流也没那么顺畅 但老爷子一直在鼓励他 说可以边干边学 并把村子 托付给了比特莱斯 深受器重的他 感动不已 决定从记录村子情况 开始干起 不断努力 一定不辜负老爷子的期望 记录村中情况 自然少不了与村民交流 虽然本地村民有些不苟言笑 比特莱斯还是在工作中 慢慢与大伙熟识了起来 其中让他印象深刻的 当属住在湖边小屋的老猎人 纳瓦罗一家 1977年 猎人的女儿刚生下了个儿子 就撒手人还了 只留下祖孙两人相依为命 一晃几年过去了 在老猎人的精心照顾下 外孙长大了不少 开始对身边的环境产生好奇 这孩子确实聪明伶俐 什么知识都想学 甚至还想跟着外公一起去打猎 这让老猎人不得不集中精力照看他 防止其走失密林 每当爷孙走在森林里时 小孩子总是缠着外公 给他讲故事 努力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唐吉柯德 就成了孩子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老猎人也没想到 孩子的记忆力竟如此出众 竟把他讲的内容全部记了下来 聪颖的思维和高超的洞察力 早已超出了同龄人 他时常想 如果孩子不是被困在这个穷乡僻壤 也许会成为一位学者 这段时间 正走访各家的村长比特莱斯 自然很照顾着一老一少 虽然老猎人不是很爱说话 但这聪明活佛的小男孩 却经常和他打成一片 每当老猎人外出打猎 比特莱斯帮忙带孩子时 总能听见小男孩口中 骑着驴子的骑士的故事 经过了几年的历练 正如老村长期望的那样 比特莱斯真的成了个称职的村长 为了加快村子的现代化进程 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 受到萨拉扎家主 迭哥帮助的比特莱斯 不仅策划起利用村边的湖泊养鱼 还研究着在村中成立一个钢铁厂的事宜 在这期间 唯一令人叹息的事就是 住在湖边的老猎人 不幸染病去世了 他的外孙也在其后不知所踪 当猎人病重 比特莱斯前去探望时 曾听其说过染病原有 虽然他很肯定 自己射穿了一头 体型壮硕的黑狼的脑袋 但还是被他扑上来咬伤了 当猎人回到湖边小屋时 伤口已经肿胀变色 身体也开始不听使唤 慢慢的 老猎人脑海里 出现了一个很有蛊惑力的声音 不断削弱着他的心神 每当其看到床榻旁 外孙那担忧的眼神时 才会从梦眼中惊醒 尽力保持清醒 随着老猎人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严重 他得了几百年前 曾肆虐村庄的疯病的传闻 在村民中传开了 老猎人也明显感觉到 自己命不久矣 这天 他叫住了前来探视的 比特莱斯 将外孙托付给了他 作为爷孙二人 在村中为数不多的朋友 村长也只能点了点头 将小男孩带离了湖边小屋 村民们没有等到 老猎人咽气 就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烧了湖边小屋 所有人都围着小屋 看着他被烧成灰烬 小男孩也一声不吭地看着 即便天都破晓了 也一动不动 到了第二天 小男孩就不见了 比特莱斯虽然找了很久 还是没寻回男孩 只能收藏了男孩和外祖父的照片 带着些许遗憾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村民们期盼已久的钢铁厂 终于在92年竣工 湖边养鱼厂的开设也一切顺利 到了93年 烧油的小船在水面上飞驰时 村中的男人们都欢呼了起来 有了他 捕鱼的效率会比以往高上不少 湖泊各处的天然小港口 也有了利用价值 借着发展之风 比特莱斯又把村子对外开放了 白天教教孩子们识字和算数 晚上在自建的房子里 陪一户户村民吃吃饭 听听他们的牢骚和村里的家常利短 随着村庄的繁荣 村民们更幸福了 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本段剧情的时间部分 是新手用路易斯04年28岁 和雷蒙04年20岁的年龄倒推出来的 而重制版剧情中 关于普拉卡继承恶狼 袭击老猎人这段 与雷蒙命令村民 开始挖掘继承虫的时间线 出现了片差 如果寄生虫开挖时 猎人才中招 按时间推验 路易斯都快20岁了 从事发时 村长日记的口吻来看 当时路易斯还是个男孩 不过已经具备了 离家出走的能力 再结合雷蒙的年岁 和萨拉扎家发生的事件推验 当时城堡中 与寄生虫相关的 就只有萨德勒利用寄生虫 干掉了上一任城主 叠戈这一件事 而这个时间段 就在90年代初 所以萨德勒乔装打扮后 带着寄生虫来到萨拉扎家 洋装给雷蒙治病的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老猎人被溜出来 寄生在狼身上的虫子袭击 是最合理的 这时 路易斯十多岁 符合可以独立生存的年龄 时间也与萨德勒线对得上 当然 这就是个时间bug 以上都是我为卡表的疏忽 强行解释 各位就随便看看 时间很快来到90年代中期 萨德勒成功蛊惑了雷蒙 并引导他背叛祖宗的意志 雇佣了大量村民 前去挖掘被放入地下的 普拉卡寄生虫 这村庄本就是萨拉扎家所属 新城主雷蒙也说明了 工作内容是挖矿 因报酬封后 大量壮丁前往了矿区工作 此时正值秋季 比特莱斯倒是感觉到了 天气似乎变得很怪 且因无人打理 麦子也哭了 牛眼瘦了 不过大家干的都是赚钱的活 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直到几周过后 一部分患病的矿工 回到村庄休养 比特莱斯才发觉 他们把传说中的疯病 带了回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 一群从城堡里来的黑袍人 到了村庄 虽然行为诡异 还举着上面印着蜘蛛一样 灰激的不吉利的旗子 但黑袍人声称 只要他们相信萨德勒教族 接受光明教的救赎和宽恕 并注射圣体 不仅能防止疯病蔓延 还能治好村民们 让他们回到正常生活中 尽管比特莱斯 对这些说辞有些疑惑 但在萨拉扎甲 和治疗疯病的双重背书下 还是带头接受了信仰 就这样 比特莱斯和部分村民 被植入了寄生虫 慢慢成为了萨德勒的傀儡 当年12月 除了意识中烙印的 要完全遵从萨德勒教主的命令外 比特莱斯还是有完整意识的 还为村里下地干活的人丁不足 可能要闹饥荒担心 但被寄生的村民们 明显已经不吃麦子了 行动力也差了太多 到了次年一月末 村中至少有30名老弱病残饿死了 但村民们的厄运可不止到此 就在这一年 雷蒙的普总 因西德罗的黑水实验开始了 3月份 各户村民的当家 都聚集在了一起抓究 又选出了6名妇女 敬献给了萨德勒教主 实际上都被做了黑水实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村中的女孩也纷纷进入敬献名单 直面悲惨的命运 当然一些误入村子的 迷路登山客 也难逃厄运 都被比特莱斯带人抓了起来 成了祭坛仪式的材料 虫制版中 对村长植入了什么样的寄生虫 暂时没有描写 设定里 两种普拉卡是在几年后 才开发出来的 所以村长注射的不是两种 至于是不是支配型 可能会在爱达DLC 有关萨德勒的文档中提及 而原版生死中 萨德勒则亲自出马 给比特莱斯洗脑 拉他入教后 赐给了他一只支配型寄生虫 他也在获得了 远超常人的力量 和抗打击能力的同时 又完整地拥有自我意识 为表忠心 村长当上了光明教的神父 开始在村中传播普拉卡 并修建教堂 成为了萨德勒最忠诚的走狗 为了守护寄生虫的秘密 应萨德勒指示 他甚至将左眼换成了 可以打开前往萨拉扎城堡区域大门的 一眼形钥匙 在得知里昂到访村子后 比特莱斯加强了村子的戒备 并很快抓住了里昂 带到萨德勒面前 接受寄生虫卵注射 此后 他一边等待着里昂体内的寄生虫孵化 一边派出暴民 阻止后者将阿什利带走 直到其发觉 如果继续放任里昂 他可能会对萨德勒的计划 造成巨大阻碍 这才对里昂起了杀心 对比之下 虫制版的村长 虽然也是身材高大 力量不俗 但更像一具执行命令的机器 给里昂注射虫卵的是他 主动现身 追击阿什利的也是他 其未变一层怪物形态前 几乎没有一句话 烟雨寄生虫共生多年 比特莱斯的身体早已被改造的面目全非 催动体内属于寄生虫的力量后 村长的脊椎变长 其上还长出了树枝 类似蜈蜈蜈的杰足物 从其背后伸出来的 多只形似昆虫熬枝的触手 拥有极强的力量 前端锋利的爪子 可以轻松刺穿目标的身体 变异的村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尽管第一形态下 还属于人形的下半身有些累赘 让其移动能力大打折扣 但其脊椎折断变为第二形态后 反而可以依靠四条发达的熬枝 勾着房梁快速移动 配合上投掷物的辅助攻击 和出其不意的鞭挞 要比第一形态难对付的多 重置版中和展现里昂体数的激光陷阱一样 村长眼球能开启的高科技大门 也被取消了 这无疑解除了老版本中 这两样太超前于整体环境的机关 给人带来的突兀感 与将加特林加纳多 换成猪突猛进一样 是个平衡设定的好改动 至于村长那只被保留的一眼 则成了对原版作品回忆的收藏 也成为了我们脑海中 连接少年和成年两个时代的记忆通道 还记得当年初二生化四的时候 你多大吗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了 关于生死重置版的内容 咱就先讲到这儿 等爱达DLC和官方设定出拳后 先说再继续讲解有关萨德勒的内容 大家下期想看啥 请留言评论区 我给出的选项仅供参考 因时间不多 新一期的编年史刚开始写 进度也比较慢 大伙再多等等 也请大家多多理解 您的支持 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都看到这儿了 三连支持下不过分 我们下期再见